全國為了不用負送中價老花物件 新鮑市政府嫁合獎金200斤的物件行 而且沒有負責配物件的時間和數量 要讓新鮑市的中價 都可以不用負有一個收益自己的老花物件 一百萬年新鮑市政府嫁合吳明氏的管款 推出關懷爸媽睡覺專案 上出一萬六千萬的老花物件 今年康大辦理 沒有負責時間也沒有負責數量 這些一切的都有我們社會的愛心 尤其是愛心人士的捐款 加上我們這些近老眼鏡行大家的愛心 免費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我想對於很多的所有的長輩來講 這是一個保護眼睛的好機會 那去年已經發送了一萬六千多幅 那今年又結合各地的這些近老眼鏡行 目前有兩百家加入 那我相信今年一定會發送更多更多的近老眼鏡 很多長輩過去因為怕麻煩 才是為了新一項錢 常常沒有經過厭光才是減少 對自己的青菜賣老花物件 所以企護這行進去讓中價感到很大心 這個經過專業的驗光 讓我們的眼睛 不只健康 而且還讓我們省了荷包 很重要 之前在哪裡賣老花物件 之前啊 都也有牙齊 精采看的精采不會 沒有這個常識 對 結果現在新北市說 要到那個有品牌的公司來驗光 然後才會讓你看得更清晰 而且眼睛也不會說不健康 這個才是重點 讚 這個政策讚 這個專案由三位六號推動以來 到三位二十號為止 已經有九千多人 前往新北京路 北京行配北京 相關主旬可以到衛生教榜站 新北京路 北京專案來扎順 記者本件看林金如 新北市長報道